MING PAO CANADA 汽車 大家好 我是熊達汽車阿瑋 今天要介紹的車是省油又省碎金 又有操控性安全係數又高的小型車 就是這台Focus 這台車的大燈是搭配LED的日行燈 因為搭配LED所以它的亮度在白天會更亮 所以也更安全 我們看到這個車門縫 它這個車門縫上下都是很均勻的 它沒有什麼大小不均的問題 所以代表的是說這台車的車門是沒有撞擊 然後也沒有反修過的痕跡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台車它的身後 我們看到這台車它的後蓋 它也是一樣沒有做過任何的反修 所以它的左右間隙其實都是一樣大的 它並不會說什麼如果有撞過 或者說有反修過它的間隙 會有大小不均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車內空間 然後它這個內部的空間 這後座也是可以做六四分離的動作 所以說如果說你有什麼比較大型的家具要載 又或者說有哪些比較大的物件要載的時候 它都是可以做傾倒的動作 然後並且空間就會變大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台車的內裝 我們看到儀表板這邊 目前這台車跑的里程是16673公里 再來我們看到這台車方向盤 它的控制鍵 左邊這邊這個是定速的 然後還有音量的大小鍵按鈕 然後右邊這邊它是可以選那個廣播的頻道 然後以及它這邊可以做藍牙接聽的功能 然後上面這一塊是可以控制儀表裡面的行車電腦 這台車它搭配的是有highkey功能 再來我們看到螢幕這邊 螢幕它的倒車顯影很特別喔 你看正常來說我們的視野是這樣子 這邊一個按鍵只要按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超廣角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分成三格 它左右變成很廣角這樣 再來我們看到冷氣這邊 它這台車一樣是做雙區恆溫空調 假如你的駕駛跟副駕 兩個體溫不一樣 體感溫度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這邊可以調冷一點 另外一邊可以調熱一點 電視手煞它的下面這一顆按鈕 它是Auto Hall 它的用意是在於說今天假如我們 在停紅綠燈 可能秒數達到120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按下去 然後剎車踩度再放開的時候 它車子一樣就像 踩度剎車一樣它會靜止不動 等到說綠燈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 踩油門它車子就會移動了 那它的下方這三顆按鈕是 第一個這個是可以選模式 它可以選運動模式 以及標準以及省油的模式 看你平時喜歡用哪一種習慣 你就可以去選擇去用哪一種習慣 那它的旁邊這顆是循跡防滑的按鈕 接下來這一個是怠速 熄火 大家可以看到我175的身高 我的上方還有兩個拳頭寬 拳頭高的距離 以及我們看到我們後座的乘客 它的身高是170 看到它的腳 與前座的距離還有非常寬 以及它的頭部上方 是這樣子做起來是沒有任何的壓迫感的 那它後座還配有出風口 這樣子後座就不會有什麼悶熱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介紹到隱形式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邊 它隱形式的螺絲 都是沒有轉動過的痕跡 以及它的車身碼貼紙都還在 那它隱形 蓋部分它的原廠貼紙也都還在 以及它的車身碼 整體外觀大概就是這樣 以上介紹到這邊 我是熊達汽車阿瑋 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在我們下方影片 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大家 實在就是SUM !